无论是刷北刷南的话 其实都好比较舒服 这波节奏上的变化 不太像是FCG这种感觉 今天的话是王鹏上场 一上来直接是把指挥 看一下自己的队友 能不能过来支援一手 夹角的一个枪械 小鹿这个位置的话 要架一手伟质的侧身 小鹿那个位置 如果没暴露的话 可以等可以埋一下 埋掉确定埋掉一个之后 形成了一个优势 然后等会有支援 距离已经非常的接近了 来了 小鹿这么灵活 直接上防了 哎呀 他的确减了体重之后 想出就太难了 还是留两辆车吧 侠城均也是再能呆一呆的 哦 这是副主力的枪线 这波强行冲桥 这不光有MCG的枪线 还有Pero的远点枪线 这波的话直接扎到了 这个小麦布里面 这个小麦布 这个位置 说实话这个 可以应一个 这个是应该是问题不大 哎 哎 这是什么情况 快吹 我都让他跑了 又趴下了 五发子弹 五发子弹 哇呀 这是啥意思呀 牙屁的远处補枪 啊 许生逃过银 这个 哦 这一波枪法失误了呀 太致命了呀 这波真的很致命啊 到了这个防径人并不多 而且只有两辆蹦蹦很明确 哇 这一波没办法呀 这龙泉停车这个位置感觉有点太远了 立方区 哦 就打一个 那这个防区是不是把人全部拔掉了 哦 是的 近点的两个博梁和小九全部掉了 但是后续支援也到了 来 侧翼很危险啊 小心啊 这个围墙边 小心啊 看到没 哎呀 告诉你小鹿 这个旺仔出箱 还是没有带 这个位置很容易去投出物 吃火了 吃火了 非常的受限 不过龙四根已经倒了 所以说 小海的话没被烧倒还好 那近点只有旺仔自己 小海打击血之后 二楼帮帮架架 架住之后依靠投出物 呃 这个防区应该是 能顺利攻下 而且小鹿这个位置 就爬一爬呀 我有这两个投出 正好没 要出事啊 这样要要出事的呀 小蝎 小海一定不能倒 是的 看小海 哦 漂亮 这个好像是吃了伞的 对 吃了伞上来的 对 还是一边走 一边这个单手持枪啊 走为 还来是吧 哎呀 直接就打痛快点 啊 直接发现了个屁股 这要一 而且这两边尬住了 其实RBS 也能吃到这边的信息 啊 还有一个的话 就龙几山 龙几山上面会产生大混战 是的 龙几山身材有下呀 这边都大部分没去 没地方去的队伍 全部要来 啊 排组就先来之后 发现有人 但是SMS已经跑了 哎呀 SMS感觉这个位置 真的不是特别好的 啊 不想打电 他想去坑 他想去坑 对 想去那个坑 你看这边 哇 这为什么蒙克兴也没了之后 才来呀 无微也刚 都可以过来了 而且在本身蒙克兴他们在这个楼的时候 完全是可以帮忙架下去 哎呦 这边M4G直接是已过来 但是被SMS给接下 包括还有原点枪械的影响 这边RBS也攻了这个医院 这个楼很少见会出现这种打法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楼形太难攻了 你你那么多点要排的话 你真的避免不了出现损伤 是的 而且刚才CG两个人被逐个击破 是逐个击破 而TMA的话 整体的一个 TMA的话 四个人抱住 就一个一个轻呗 说实在的 有人拉枪线 有人补枪 没办法 就只能先这样 反倒是这个时候 形成了一种平衡 巨幅那边没什么压力 已经派了两个人 踩到后坡 在那边疯狂的抽把了 还想混点分 但发现好像 都进去了 都进去了 也没什么机会 RBS外边的 有一个人是被淘汰掉的 那这样的话 你们三队混战尬住 等会儿像医院山那边 填霸也可以拉出分支过来 轻一摸 反正你这个点 不可能吃到最后的梅花庄的 吃早要出来的 龙一山的战斗 五摳 十七 这是一个四打四 呃 说不多了 第二回合要拼枪了 但是十七要进圈 没有看到吧 出来了 Q1 欲在后面 有烟雾带影响已经结了 变结 会腰 这个烟雾 哦 状态很好啊 你告诉他 是的 小贵这个 忽然能出一手吧 好猛 哎 小北 哎 小北 小北 哎 这干嘛呀 这是 哎呦 还好 还好 跳下来一波 对 腰色直接把对方给秒掉了 十七的状态很明显要比昨天更好 真的 对 十七整体他本身的一个 队伍的下限就保持得很好 只不过最近遇到了平景 十七呀 十七在高点四个人满边 他的车在哪里 看看自己的车估计没了 估计还是有这个悟空的车 哦 天霸是真没人管他呀 直接拉出来了 疯狂怪这个雷火啊 SXS 倒两个了 就是一个 还有雷霸 直接拉近点了 炸的差不多了 有人 呃 应该最后一个确定差不多 应该在央弹了 有雷啊 可以尝试再去排一下 在混音啊 看到了 问题不大 非常的轻松啊 这个位置要站住啊 这个 巨幅的防区吗 DAT吧 你说 DAT DAT那个防区有点难 巨幅那边的反斜坡 巨幅那边的反斜坡 可以尝试一下的 对对对 那边是可以尝试 只要巨幅和DAT的枪线 不是特别的 就还好 这边楼道里面 是非常的混乱 还要请啊 这个位置太难清了 赶紧清 一颗闪 出来拉枪线 许生 我来了 但其实在下一层 你看 CT只要他不主动 你想排他有点难 特别浪费时间 我天梅 这一锅清理 这样的复杂的楼层 这个很精准啊 精准定位啊 对 这颗雷 露露应该是看了很久了 这个二楼 现在来一颗 哎 但是已经这个信息给了 就是天梅人 怎么去清那边了 哎 这都炸倒人了 为什么还要清那边 嗯 他觉得两个人分蛋吗 是的 另外一个人的信息 不太清楚啊 感觉是 这信息数据点尴尬 负外木好像只剩小海了 对 还是不好顶 哦 还是直接用头出解决了 嗯 嗯 嗯 富外木那一侧 镜头 这四兄弟一下车啊 虎实弹的怎么办 天把p时间支援不到 但是又颗雷 小桃 速决也倒了 嗯 哇 这个位置 之前啊 时期他们在rank局当中 遇到了 FTY啊 在打rank局之后 正好打过 又一颗雷 遇到过了 这样的情形 这这这这 说实在的 这说实在这个 真的没办法 只能说是小桃 这雷太准了 然后远处的 林数的架枪 其实已经把这个人数 劣势发挥到 就是已经 这几个人 已经发挥到极致了 主要是这个点位呢 你一开始 没办法 把自己的阵型给散开 没掉人 落位之后 四个人是在动的 那就其实有机会了 只是没有第一时间 和小桃对枪 把他打掉也好 把他打残也好 这个位置 只要是给小桃压力 小桃没有那么机会 扔太多投入的话 其实时机 还是他在防了 你看 你看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 天把两个人 已经放半了脚步 蹲着走了 再听 因为天把离开 这个反决坡 有一段时间了 他那段时间 去接时间架了 所以说这一波的话 我觉得许身啊 也是依靠自己的 后点位的队友 帮忙架一手 然后一个一个送过来 那这一段时间 天把直接踩到 同里上面 踩到这个脚步伸 双方开始对位 准备要对位了 这个有点难打 说在天把这两兄弟 有点难打了 还有架枪 看到一个 现在要叫人了 小桃要往后退 这波天把不好打 真不好打 这很难打了 逼到底坡的话 那机会不大了 而且远处的小桃 也只能通过下枪 打倒了头不上 但是已经 挽回不了这个 整个大局了 那这个坡是天没的了 而第一T 啊第一T 直接是拿车转移一波 来到了刚才 天霸小桃 好惨 这波对枪 我没得过 出事 这波Q1啊 5DD更胜一筹 但是也是一丝血 赶紧扶地打个包 这一波 还要 这机会啊 对 还要在高点位置 再看那边的DET 啊 可不然一枪头 非常精准 但是这个时候DET 5GG已经是拉到的一个近点 配合自己队友 高兴的一个火瓶 压完头去5G 往前去顶 这个高点位置 非常的关键 但5G上来就吃了一枪头 然后鞋量很低啊 哦 看到了正在拉位置的 对 王马 哦 直接被高兴带走 三打二 三打二 许深 利用信息差 手上没有 没有太多投注了 两人一抱一团了 要小些 对 给了一个跌跑火 再过来打一个色深 急了呀 而且这个火也烧到了 不好说了 不好说不好说啊 这个火 主要是拖慢了一个 后面留一补枪的一个节奏 是的 DET 后续的选手是没有 没有投注了吗 完了又被哪一个 那这样的话 恭喜到千妹 拿下今天第一场比赛胜利 单局16个淘汰 高分 这个分 直接就把总排名分来到了 带到了一个第三的一个位置 我一回来的